這條魚已經停止呼吸了 但是我嘗試把它救活 一大早收到一箱魚 但是外面的包裝紙全部濕透了 我就知道肯定有魚漏水了 那就是這條許氏瓶釉 從煙台接過來的魚已經完全漏光了 這個釉應該是已經死了 但是我突然發現它好像還有微弱的呼吸 趕快拆包放缸裡 講道理這個時候已經沒有時間過溫過水了 直接放進缸裡 放進缸裡的它感覺不是很適應 然後我讓它關燈緩一緩 五分鐘回來我發現它已經死了 身體已經僵直 而且腮部髒得巨大 但是我並不準備這麼就放棄它了 我決定搶救它一下 希望它能活過來 於是我就拿這個魚在缸裡晃來晃去 為的是讓這個水流過它的腮 這個時候這個魚死的不能再死的 但是我覺得可能還是有救的 用手敲擊它的心臟位置 之前有過一次搶救魚失敗的經驗了 我那隻骨胃沒有救活 這一隻我嘗試把它救活 這隻魚應該是由於缺氧加環晶突變造成的死亡 所以我嘗試能不能把它救活 我就這麼拿著它在缸裡游來游去 讓這個水順暢的過它的腮 我認為理論上這隻魚這樣的話是能夠恢復呼吸的 恢復呼吸以後看看它能不能活 我就這麼拿著它在缸裡來來揮揮十分鐘 已經快放棄了 我仔細看了看它拍打了一下它 準備考慮一下是否繼續搶救 突然間它嘴巴動了一下 還有機會 還有機會看你們兩項 於是我又拿它來來揮揮在缸裡游 讓水流通過它的腮 我待著它游一段時間以後 我會停下來查看它呼吸是否恢復 但是很顯然 它的呼吸並沒有恢復 但是此時我突然發現它的胸肌好像在動 我以為是錯覺啊 於是我把它放近處看了看 發現果然不錯 它胸肌真的動了好像在說不要停啊 此時我認為理把它救活越來越近了 於是我繼續帶著它在缸裡游來游去 讓這個水流通過它的腮 希望它能夠盡快恢復呼吸 忽然間我發現它的腮蓋動了 它好像恢復自主呼吸了 你看見沒有 這個時候我覺得真的是生命的奇蹟啊 我的天啊 我一度以為它會恢復呼吸然後活下去 但是事與願違 它的呼吸慢慢的又停了 然後它身體好像在抖動 好像想游起來 但是它做不到了 再一次的它停止了呼吸 渾身抽搐 我知道這次應該又失敗了 我查看了它死亡的原因 這個魚很瘦 翻開腮部 發現腮絲有發白潰爛的跡象 應該是有腮部寄生蟲 這條魚應該體質本身不好 再加上漏水缺氧 最終回天乏數 希望下一次我遇到這樣的情況 能做得更好吧 好了今天就說到這 我是Frank 感謝大家收看